南岩石 五湖十六国时期 倾国倾城第一人也 他身为前燕开国皇帝慕容郡的小儿子 本应中华富贵一生 奈何 遭遇国国家王 这时美貌成了慕容冲悲惨命运的开始 十二岁的丹宇姐姐清和公主 一同被福建一同纳入后宫 此外慕容冲也是中国史上 唯一一个从蓝铜上尉的帝王的人 叹一句荣辱一生 蓝银八 蓝银王蓝银王高长公 文乡帝高成第四个儿子 他的容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 天生的小鲜肉 徐是美男子也 虽然外表柔弱 但其骁勇善战 每次打仗的时候 高长公都要戴上一个猙獰的面具 以此来威慑敌军 蓝银七 韩子高 家是威寒 貌美倾国倾城 他与蓝银王一样 骁勇善战 就连陈仇公主也将其视为暗恋的对象 日夜思念着他而可写身亡 蓝银祸水也 蓝银六 魏戒魏戒 魏晋人 中国十大蓝银之一 据史料中记载 魏戒由于太帅 每次上街 引来无数人的威观 结果身体沉弱的他竟疑病而亡 可列为史上最奇葩的死法了 蓝银五 鸡康鸡康 一个折前一样的人物 一生性情甚为洒脱 魏莫有名的思想家 诗人以及音乐家 逐年期前的领头人物 当之无愧也 蓝银四 宋文公宋文公 宋国公子 人称公子鲍 据左专门公十六年所记载 公子鲍那千年难得一遇的大帅哥 美而言就是人们对他容貌的评价 相传 周湘王的妹妹王姬 被他绝美容颜所迷 心悦于他 令人荒诞的事 王姬竟是公子鲍的祖母 宋湘公的夫人 虽不是亲祖母 也为世俗所不容 蓝银三 子都公孙焉 自子朱 春秋时期郑国人 他家事写 课 武艺高超 相貌出众 更是当时郑国女子的梦中情人 这样的他 做了郑庄公的大夫 蓝银二 宋玉宋玉紫渊 战国时期焉人 为宋国公的后裔 与潘安齐名的最著名的两大蓝银之一 风流倜傥也 蓝银一 潘安潘安 潘安人 西晋有名的文学家 为中国古代十大蓝银王首 可以说 潘安已成为美男子的代称 俨然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中文化符号 中文化符号 中文化符号